国际豪华邮轮看上了台湾市场的观光潜力 除了停靠基隆港 从明年开始还将以高雄港作为牡广 那么为了扩大推广 今年的这个今天 邮轮还首度的停靠在高雄港 开放南台湾的旅行业者来采现 继续我们就透过记者徐敏华跟黄兆康 带你来感受这个豪华邮轮的美丽 豪华邮轮停靠高雄港 各种设备真的是应由尽有 因为它是交通工具也是移动式的度假村 搭游轮可以看海赏景享受日光玉儿 到了夜晚 在露天的星空电影院还可以看星星看电影 游泳池从船头到船尾总共有五座 让游客想泡水就泡水 餐厅更是有中餐有西餐 五大餐厅全天候让游客免费吃到饱 另外还有名厨菜单提供游客选择 担心吃太多面海的健身房也有超享受 一整天不用怕无聊 因为到处有设备之外还到处有表演 另外也有名品街让民众就像在逛百货商场 好花游轮看上南台湾潜力无穷 2017年将会以高雄港为母港港务公司积极开发高雄港区 我们港务公司跟高雄市政委合图一家土地开发公司要开发这个1到21号的旧港区的马桶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把高雄带到一种观光旅游游气这种休闲产业 我想高雄也是必须要一个专心 游轮市场这几年看上亚洲市场 因为平均每年游客数成长一成左右 尤其台湾更是迅速发减 所以现在台湾积极开发整顿港口 要抢游轮观光商机 GTV新闻徐门黄兆康高雄采访某道